142 東方日報 內地盜犯再偷渡連環盜竊 2015年7月26日 港民A14澳門消息 本報信 內地盜竊慣犯再偷渡到澳門犯案 涉到如六萬元財物被捕 被捕男子姓宋 40歲 來自河南 報清無業 宋恩曾多次偷渡日報盜竊 2004年租禁止入境 本月22日凌晨 而反帶同爆食工具到王朝拘捕老塞爾街一藏住宅大廈 經停車場前登大廈內 宋徐爾打盲無 先兩次鎖匙試圖潛入兩個單位盜竊 為租兩家住戶發現 試敗逃去 其後他潛入第三個單位 偷走六萬四千元財物 以及多張銀行卡後乘的士逃去 於是單位住戶報警求助 涉判男子被司警拘捕 司警於二三日下午在宮J 一個單位 拘捕姓宋男子 檢獲大批裝物和懷疑作看視新村的衣物 相信數天前偷渡入境 經過指紋識別系統對比 揭發他增提供虛假資料 以涉嫌盜竊 偽造文件將他移送檢察院 請問他指紋 可否